卡車載來一批批廢棄物 經過卸貨消毒 準備送進焚化爐銷毀 武漢肺炎疫情至今超過一年 北京這處台資環保企業 是北京市政府 唯一指定的疫情廢棄物 和垃圾定點處置單位 廠區處理除了軍方外 所有北京市和疫情有關的廢棄物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同仁 在這段期間有染疫 沒有任何一位 在新發地發生的時候 我們整個處置 大概接近700噸的新發地 產生的垃圾 就在將近20天左右的時間 北京去年6月 新發地市場爆發疫情 當時市場隨即封鎖 斷水斷電 存放的大量蔬果 肉類 海鮮 不耐入下高溫 早已腐敗 清除過程惡醜不攤 尤其在新發地的時候 那些垃圾其實 重量還蠻重的 我們同仁也是穿著所有的防護服 隔離衣 下去扛這些垃圾 上到整個車子扛上來 所以那個腐敗的味道 味道非常之重 即使是到了我們廠區 在那一段期間 整個廠區的味道也非常濃 業者表示疫情期間 雖然一般醫療廢棄物減少 但是處理疫情相關的廢棄物 反而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和人力 去消毒殺菌 安撫周邊村民的疑慮 目前廠區共有4套系統 24小時運作 以設施1400度高溫焚燒廢棄物 業者拿出專業 希望給北京市民帶來安心感 中央社記者廟宗翰北京報導 中央社記者廟宗翰北京